请讲 喂 讲吧 听得到讲吧 这是我头次啊 那个3月24号给你看的 那个手机呢 信号不好挂的 没看好的 那个63年的属兔的 给你看一下 63年属兔的 对对对 看看啊 63年属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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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63年属兔的 要当心啊 颈椎这里不好 颈椎啊 颈椎不好 肩膀酸痛 是的 是的 明白了吗 哎呦啊 眼睛也不是太好 眼睛 是的 是的 你想问他什么 你想问他什么 讲吧 我想看身体啊 看身体 是是难的是吧 难的 难的就是我自己啊 你自己啊 你自己我看下去啊 肠胃也不好 你的肝呢 肝也不好 肝虚啊 一生都是病 一生都是病 浑身酸痛啊 听不懂啊 是的 浑身酸痛 筋骨酸痛 骨头也酸痛 腰也酸痛 你这个 你这个人心脏 也不是太好 喂 心脏 心脏知道吗 心脏啊 胸 胸闷啊 有时候心慌啊 听不懂啊 是的 所以你这个人心 对什么事情 心都会慌慌的 做什么事情 是这样子的 你要多念大悲咒 心脏才会好 大悲咒 我现在每天 四十九遍 你要喝水 血凝度太高 你别看你讲话 文字彬彬的 你这个人急得不得了 脾气很急的 脾气不好 师傅 脾气急啊 非常急啊 着急啊 是的 知道吗 就好了 好吧 给我看一下 身上有没有灵性啊 师傅 给你看看身上 有没有灵性 身上有没有灵性 啊 有灵性啊 有啊 你妈妈 调过孩子啊 你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兄弟 在你身上啊 嗯 是 是我母亲 是吧 对啊 你母亲调 调过一个孩子 这个 这个兄弟 现在在你身上 不是你母亲 是这个男的 是男的 是女的 是一个男的 瘦瘦的 瘦瘦的 啊 是要多少三小王子 是我 给他念五十三章吧 五十三章是吧 好吗 嗯 我现在已经念了几百章了 在小王子 是啊 你要不念几百章 你都忧郁症 你知道吗 我 我这个 明天还要做手术 这个 脚痛啊 对啊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兄弟在你身上啊 他老要你背着 所以你走路 越走越重 这个脚 现在有点拐 对啊 他老压着你啊 你知道吗 嗯 嗯 在念五十三章是吧 对 五十三章 看一看 我看看你 手术会不会成功啊 我帮你看看啊 你看一下师傅 谢谢 百分之七十五成功啊 好了 好 谢谢师傅啊 但是刚刚 动完手术之后 你有一段时间呢 这个关节会比较痛的 你要真正恢复的话 大概是一个半月 嗯 现在 现在这两个手很痛啊 师傅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手痛的也是关节呀 也是关节 这个 嗯 我跟你说 你身上有灵性的话 你的关节首先都会痛 所以过去人家 古时候说 一个人家里关节痛了 抽筋了 一般的说 都是灵性上升啊 叫灵性附体 听得懂吗 听懂听懂了 好了 好了 说完一个66年那个 书码的给你看个书 不能看很多 只能看一个问题啊 好的 想看什么啊 66年书吗 男的女的 女的 女的看身体 哎呦 也虚得不得了 身体也很虚 尤其是 尤其是那个肺啊 胸部啊 这个地方啊 都很虚啊 是不是 也一生都是病啊 对啊 咳嗽 嗯 肺也不好 咳嗽 腰也不好 关节也不好 哎呦 加持了他已经 对啊 已经普达加持了 而且他的胆也不好 你知道吗 胆啊 嗯嗯嗯 好了 是的 嗯 是的 好了好了 教他好好念 每天念大悲咒 要念 最好能念四十九遍 心经念二十一遍 哎哎 师傅麻烦问一下 我我这个 中科的话 我呃 大悲咒四十九 心经二十一 其他呃 肖灾 五百零八 四十九章 四十九遍也可以 肖灾四十九遍也可以的 最主要 肖灾我先 往生咒要多念一点 因为你们有沙叶 过去也有吃海鲜 嗯 嗯 往生咒我就是四十九遍 嗯 可以多一点 嗯